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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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赞美主 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来到墨尔本 能够在这么一个 这么美好的夜晚 跟大家一起 与我们的歌声来感谢 赞美我们伟大的神 刚才听了几位很帅的帅哥 帅弟兄 唱了几首歌 我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 让我很感动 确实 我信主已经十几年了 我感谢神十多年来一直跟我走 其实我是很惭愧的 我觉得我经常想 我这么一个卑微的人 一个不配的人 神一直拉着我的手走 我很感人 为什么呢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是一个信仰多神的 我觉得宇宙中有很多神 很多神 属灵的世界 所以唯物主义对我来讲是那个 可是我这种人呢 信主也很难 我记得第一次给我传福音的一个弟兄 他给我传的时候 他跟我讲了三天三夜 给我争了三天三夜 最后还是没有 谁都说服不了谁 我就总是最后我就承认 耶稣基督上帝是最大的神 还有各种小神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他也没法说服我 但是他又离开了 我当时在湖南 我那个朋友从北京过来 一个好朋友 专门过来给我传福音 你说他要走了 他说你愿不愿意给我做个祷告 我心想做个祷告也没事嘛 也没害处 反正我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神 也没问题 做个祷告吧 他带我做了一个祷告 感谢神 其实在信主的刚几年里面 我都是很迷惑 对这个信仰很迷惑 一方面是我坚信 确实耶稣基督是最大的神 可是我还是经常想 是不是还有小的神呢 还有其他的神呢 但是我感谢神的是 尽管我祷告的时候 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 释了一种半信半疑 是一种给朋友面子的 这样一种情况下 祷告下来的 但是神既然把这种福音的种子 拨到我心里去了以后 他确实是 总有一天 他会生根发芽生长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 也感谢神 让我有很多机会 去用我的歌声去赞美 去歌唱 我也经常参加 这个教会的圣乐培训 或者圣乐的这样的演唱会 我很多年以来 还有一个比较 让我前几年吧 就是刚信主的几年 很多人说 有很多神级奇事 什么圣灵浇灌 我也没有这种体验 我也很纳闷 我也很追求这样的一种经历 可是呢 我也没有过 我后面想 近几年我想同了 我就单单的信 因为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我就单单的信他 所以我是现在 越来越感到喜乐 越来越愿意参加这样种 用歌声赞美神的这样的活动 只要有需要 我都是义无反顾 谢谢大家 感谢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过小国 唱过沉默过 走过听过 火热过灰心过 走过最低 最低的深谷 爬过最高 最高的山坡 年复一年 有过失落 恳苦天年 有过守候 岁月的大浪 在盛年重过 悲喜的眼内 无数次流过 看那终于有一道 天上的神秘河 流向中国 遗志中国 得着中国 不过小国 唱过沉默过 走过听过 火热过灰心过 走过最低 最低的深谷 爬过最高 最高的山坡 年复一年 有过失落 恳苦天年 有过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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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神秘河 流向中国 遗志中国 得着中国 太阳光 也有过守候 老说 太阳光 不过 太阳光 再次流落 太阳光 高明 大沉默过 秋归 热过 小沉默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